这里是快要接近香格里拉的地方 但如果我说我是骑着电瓶车来到香格里拉的 你信吗 不信就往下继续看 这里说一说香格里拉这个名称的来历 在清朝的时候有香格里这个名称 注意是香格里没有拉 但香格里这个名称的指向并不明确 猜测应该是指云南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地方 那么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香格里拉出自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 他将香格里加了一个拉 即山格里拉 这个拉不是随便加的 拉在藏语里是神或佛的意思 如拉萨 布达拉宫等处的拉都是这个意思 拉萨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或佛居住的地方 所以香格里拉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我们从洛克的经历 以及消失的地平线 这本小说所描述的内容来看 香格里拉应该是指四川的道成亚丁和穆里地区 因为洛克一直在寻找的玉龙第三国就是道成亚丁嘛 但不幸的是香格里拉这个名称最终落在了云南中殿 大概2005年吧 云南中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但是无法更改了 云南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中殿历史上曾经叫过香格里拉 那既然这样你就恢复香格里拉呗 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但是木已成舟 无法更改 这真是先下手为强啊 它真是先下手为强啊 它真是要仔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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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